有一个那个观地菩萨和师父的法神开示 已经经过东方台验证是关于敛财的 就是事情是有一个佛友在拉同修投资理财 说是菩萨安排的 而且赚到钱就能做功德 然后有别的师兄上香就收到了观地菩萨和师父的法神开示 请师父听一下 观地菩萨说 凡是在佛友中间拉着佛友 说投资什么项目的都属于借佛敛财 你们这些人整天想着做功德 问问你们自己的本性是否如理如法 做功德非要用钱去吗 今天哪怕你小小的一颗心供养诸佛菩萨 比你实际行动的功德还要大 莫要被贪心蒙蔽自己的佛心 好好睁大眼睛看看吧 自己贪财还要借着做功德的名义去打旗号 你们以为我观地不知吗 简直愚痴至极 睁大眼睛看看吧 自古以来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自己犯了贪心 觉得什么都赚钱 你们好好醒悟吧 莫要留恋人间的钱财名利了 这些东西只会让你造业 不会让你出离 学佛学了半天 连这个都不知道 钱财只会让你造下无名深夜 快醒醒吧佛子们 抓点时间念念自己的佛性吧 莫要鱼吃 莫要留恋啊 要浩然正气啊 师父的法师也做了相关开示 你们这些孩子呀 不要整天迷在钱财里面 让人利用你们的贪心造业呀 师父在广播节目里 大声几乎过多少次 你们听了 敛财呀 你们知道这个业有多重吗 那是要下去的呀 所以孩子们 不要拿自己的惠敏开玩笑 你们不要以为菩萨跟护法神不知道 我告诉你们 都给你们记着呢 你们要是不听师父的话 你们等着吧 有好果子吃了 师父真的是心痛啊 你们不要走弯路啊 人间的东西有什么可留恋的 人间的钱是永远赚不完的 等到你们死的时候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 师父真的是再三跟你们说 不许敛财 不能敛财 你们要听师父的话呀 不要让师父伤心难过 现在赶紧收手 跟菩萨忏悔还来得及 到时候果报来时就晚了 真的不要拿自己的惠敏开玩笑啊 赶师父 吃下完了 这就是给他个提醒呀 明白吗 师父的法神很厉害啊 可以直接托梦给他 跟他讲这些规矩的呀 否则到了天上也会掉下来 明白吗 嗯 好了 感恩师父 你给了个问题就是 观地菩萨说 做功德非要用钱吗 哪怕你小小的一颗心 供养祝福菩萨 比你十字行动还要大 是不是说 我们用心供养菩萨 比你真的说 好好出去赚钱 然后拿钱去做财布师 还要好 用心供养更好 就是不要去拼命赚钱 然后最想的就财布师 对 你要记住 你越想赚钱 越赚不到 你越不想赚钱 越赚得到 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对不对啊 有心摘花花不开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